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聊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5月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今天不关要聊恒大 还要聊一个叫中国平安金融机构 它又是叫混业经营 我们先聊聊恒大 关于恒大保交楼 我以前的视频也给大家说过 这个地方政府都是成立了这个叫什么 工作专班 专门负责恒大的这个保交楼问题 首先一个要面对的就是资金 恒大实际上这个楼它卖的越多 它这个项目里面房子卖的越多 它的按揭贷款 它拿到的钱越多 但是这个钱原本在装管账户里面 是专门用来盖着房子的 但是恒大是把它挪走了 有的挪得多有的挪得少 有的可能就全部挪走了 回不来了 那各个项目挪走的钱 可能还不太一样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那也有很多项目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出现这个楼可能都已经卖完了 不多了 但是它钱全部挪走了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后面它没有办法通过销售回款 然后再把这楼盖起来 因为它楼子已经卖完了 那如果这个楼的窟窿大的话呢 那这事就黄了 没办法了 如果这个楼离交楼 可能欠的钱不多了 那很多地方政府 它就要求 这个买楼的这些业主 你们再掏钱 把这房子盖起来 每家每户按平米 补贴多少钱 或者再交多少钱 有的专班呢 就把这个小区里面 再把搜刮搜刮 看下还有没有什么资产可以卖的 比如车位啊 比如这个小区的这个 一些这个公共设施啊 能不能把它租出去 或者卖出去对吧 产权本来是很大的 给它转移了 这样回来点钱 把这楼盖完 就有这种专班 要求原来的业主 每家再交多少钱 一起集资 把这房子盖完 大家看段视频 我说这个茄子 第一个下入到任何楼上 他不脚 他不脚 他抹不着方便 我就回来 下入一楼 到任何楼上 不 这个茄子 你只是换一下 有一家不脚了 整个路都不要 回来看 去 整个路都不脚了 你给它吧 都洗的 好 滑滑滑 这有一家不脚了 不脚 整个路就不脚了 那每天呢 每天 这让我们买过来 每天你想几一下吧 每天谁给点钱 那我放在我都划完那些了 你放在划完那些了 你放在那些了 这这种我只在 这一点法都没有了 我想法就不得了 没法的法 这是没法的法 你给他拿个短线 有了点 有了点 人家还有在网上 那他之前他们大众 看起买了那桥味 买了桥味 你买了桥味 你买了桥味 把你想的味 不是那你趁你家都先把地方了 又划完票了 那桥味还 你 这个 这个不是合什么的 那这种我这个 这边的体验 有什么 就是这 脚放了 这一会儿 不是 来打到家管子 有账户 出来一会儿 有个账户 所以 一好了 一好了回得了 你这个是 我这口罩上也不安 你那一公斤 一公斤 哪会儿来 去个局长 千八字 千八字 来大人 爸爸去那走 再向你这种福 大家也看明白了吧 这个专班的工作人员说 你们的钱打到专门的账户里面 只要有一家不同意 不交钱 你这个楼子交不起 盖不了 你要说这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也没办法 对吧 你的钱被恒大赚走了 不是政府赚走了 你们要告恒大去 现在呢 在这些业主面前 就有两条路要走 一要么不交 你不交 那这个楼反正就是这么耗着 没有办法弯下推 因为政府不会掏钱帮你盖楼 而你这个楼呢 对吧 你后面又没有销售收入了 纯粹就变成一个 业主和恒大之间的官司 你去打官司去 能不能要点钱回来 把这楼盖完 这个显然是走不通的 你告恒大没有用啊 还有一种就是告政府 你政府不作为 监管资金是你监管的 你怎么能让恒大把它拿走了呢 就是政府失职 但是这个啊 你要告政府 我估计政府你也告不了 因为政府即便他负责监管的资金 他也有很多这个免责条款在里面 就是责任他是没有的 那最后都是恒大的责任 要么就是施工方的责任 因为这个监管资金 能够把它转走 政府是不会有任何程序上的瑕疵 或者叫什么 这个印商让你抓住的 恒大能把钱从监管账户里面 把它抽走 肯定是需要恒大和供应商 陈建商之间勾结 虚报 瞒报 政府肯定通过各种免责条款 免责的手段 比如说你恒大或者这个 陈建方都要到我这来签 什么承诺声明 声明你不会虚报材料 你不会这么 对吧 你现场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满足条件的 然后才能把这钱划走 你所有的程序和手续 肯定都要走完的 总之这些监管部门是不会让你抓住什么把柄的 虽然他知道这个钱有问题 甚至他是配合你把这钱赚走 但是他不会有印商 就是你想告他也很难 那对业主来说呢 那么就剩下一条路 交钱 接着凑钱 你已经一匹米交了一万了 现在也不差呢 一匹米再补个一千块钱 把业主逼得没得选 要么呢 你就忍着 对吧 你一万也掏了 房子也交不了 浪违 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业主没有办法 只能交钱 如果你不交钱 绝大部分人都交了钱 就你不交 那别的业主回头还要找你麻烦 这是保交罗的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说 缺的钱不多了 但是呢 也没有房子卖 确实没有资产 逼得原来的业主掏钱 所以说在中国啊 买房啊 很心累的 稍不留神 踩了坑 什么样的坑都有 最后就变成谁苦谁知道 接下来再聊的就是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 大家知道吧 也是上市公司 它下面啊 有平安银行 有平安保险 有平安售险等等吧 就还有平安什么 这个信托等等 它是混业经营 什么金融拍照它都有 为什么聊中国平安呢 其实从去年就有传言了 因为中国平安 踩雷的不是恒大 它主要踩雷是华夏幸福 恒大对它来说是个小雷 也炸了它一下 聊中国平安呢 咱们还是先聊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些金融机构 就尤其是混业经营的啊 这种机构 它比银行的这个 营业范围要广得多 它下面一般有银行 保险 信托 对吧 什么都有 你如果把它当自一个公司来看的话 因为它一般都是集团嘛 下面分着很多业务板块 你把它当自一个公司来看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一头 是西储 通过各种渠道 把你的钱拿过来 有通过银行 你存款嘛 还有通过什么信托 对吧 你是买理财 还有通过保险 就是你买保险 这些钱都到了中国平安 那这些钱来了之后 中国平安 它怎么赚钱呢 不管是理财 那它要盈利的 否则它怎么给你利润呢 存款的话 它要给你利息的 保险的话 它以后还要给你支付 返还那些保费这些 它要升值的 总之它的客户越多 它进来的钱就越多 它进来的钱越多 它一面要流出去钱 这个钱到哪儿去呢 这个钱比如说是 有的储户啊 要提款 有的人理财到期了 你要给他付钱 有的人这个保险到了 你要每个月给人家 发这个保险的这个收益 对吧 这是它的支出 只要它的收入比支出大 那么它这个树水池子的树的水 就越来越多 它这树水池子的这个水啊 就是资金 它要升值 它也需要理财 这就是它的利润嘛 那么它一般的理财途径是哪些呢 大家其实一看就这几个嘛 要么就是股权投资 要么就是债券投资 简单点说就是股权和债权 股权呢 又分为在这个股票市场 二级市场 对吧 我买买茅台的股份 可以直接进入二级市场 可以通过基金 对吧 它可以买基金 这基金呢 再去买这个股票 它可以通过一级市场 就是说它直接风险投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投资 投资的是这种一级市场 等等吧 就是这些都是股权类投资 对中国平安这样的公司来说 它有这个不同的资金啊 它有不同的这个约束的 就是你有百分之几能投股权 百分之几能投这个债权 百分之几能投风险 百分之几能买基金 这个银保监会都有规定的 它是按照银保监会的这个规定去操作 那么还有债权 债权里面就是一个是借贷嘛 就是通过新托啊 通过银行给你贷款 还有呢 就是通过二级市场买那个国债 对吧 买企业发的债 债券 或者买基金 有的基金就是买债券的 它买基金 总之也是一样的 按比例啊 风险啊 分散 鸡蛋不能搁在一个篮子里面 所以对这种中国平安这样的公司来说 它的业态是混业经营 它不同的业态有不同的要求 对某一个方向上的投资 不能占它的总额 不能超过多少 都是有要求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 房地产占中国国民经济的30%左右 这个房地产上下游啊 产业链 而且这20年里面 房地产发展是最快的 所以啊 中国平安这样的公司 势必有大量的资金啊 是流入房地产的 这个就不用猜测 因为它没有地方能容纳 它这么的钱呢 中国平安 它有多少资金啊 那么的天量的资金 它往哪投呢 它势必有很大一块 通过股权 或者通过债权 流入房地产市场 以中国平安为例啊 它呢 刚开始是借了很多钱 给华夏幸福 是债权 后来华夏幸福爆雷了 中国平安没有办法 它要重组 或者要拯救华夏幸福 它就收购华夏幸福的股权 变成华夏幸福的二股东 或者大股东控股 华夏幸福就是中国平安的 控股的公司了 这就是股权投资 那你控股了之后 华夏幸福没钱呢 对吧 那中国平安再继续借钱 给华夏幸福 但是呢 华夏幸福 大家也知道 房地产企业爆雷来了 对吧 不是你谁救 就能救的问题 华夏幸福主营业务啊 它主要是做产业 做产业员的 它也有住宅 它出名主要靠产业员 然后呢 住宅主要是黄金这一块 黄金这个房市 这几年一直在出低迷气 所以华夏幸福的业绩 大家也知道 从2015年16年开始就不行了 爆雷 但是那个时候爆的是小雷 就靠中国平安这样的企业 不停的给它输血 才把它稳住了 但到了2018年就不行了 黄金的房价暴跌 黄金的房子根本就卖不掉 所以华夏幸福就整个就爆雷了 在河北省的主持下 对华夏幸福进行重组 就像这个广东省政府主持下 对中国恒大进行重组是一样的 河北省已经对华夏幸福进行重组 那么这个重组方案 大家可以看华夏幸福这个公告 去年就公告了 具体的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总之啊 通过这次重组 中国平安损失了多少钱呢 损失了400多亿 股权和债权 股权它要稀释 不仅要稀释 而且股价还跌啊 所以股权这个也有损失 债权呢 债权清长率可能只有10% 还有很多债的停息挂账 挂到以后去了 所以说通过华夏幸福这次重组啊 中国平安 它一家就损失400亿 这还算好的 如果华夏幸福破产的话 那中国平安可能损失更多 我说这么多啊 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对如中国平安这样的混业经营 也别说混业经营吧 就比如说包衣公司 它收了那么多保费 它就一个大的这个资金值 那它的保费总得要投资啊 它能投哪儿 它按比例投 它也有一块是投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就占国民经济的30% 它就按这个匹配 它也得有30%投房地产 那中国平安呢 相对比较激进 它投房地产的可能不止30% 会更多 那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随着房企的暴雷 那中国平安的处境 大家就清楚了 大家可以查一查 中国平安不仅给华夏幸福投资啊 还要给中国恒大投资 给什么狼关发展 金贸 碧桂园 通过他下属的什么平安信托 平安汇通 什么平安不动产 平安证券 平安银行 给这些房地产企业贷款 股权投资 信托 这个钱 可能是以几千亿寄的 你就按2000亿算 目前的房地产行情 这2000亿 它能回来多少 除了平安银行借出去的 可能是有这个抵押 对吧 因为银行要求 所有的贷款 是有抵押的 其他的口子出去了钱 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 因为他没有抵押 你股权投资就没有抵押 对吧 你信托投出去的 只有股权给你抵押 你顶多把那个项目给你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央企的信托 把恒大的项目 直接就拿走了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把项目给你 也没用 对吧 现在你项目在你手上 你还得花钱把它盖好 盖完了之后 你又卖不掉 不相当把雷给你了 大家明白这道理了吧 所以说 即便把项目押给你 没有用 除非把土地押给你了 土地是我的 我把土地再卖出去 那他这2000亿里面 没有抵押 那房地产 整个行业爆雷 势必影响到中国平安 有人说中国平安 才是中国最大的地主 为什么是最大地主 就是因为他通过股权 还有债权 他投资了中国 所有大的房地产企业 他都投资了 这些大的企业 有可能土地 项目都押给平安银行了 平安银行把这些加起来 他的这个土地的 这个储备 货值超过碧桂圆 超过这个保利 超过旺科 他才是第一大房企 只是他是浮在水下 他是分散投资了 每家房企企 我都有一点 但是一旦这些房企 都暴雷了 这项目都扔给这个 中国平安 对吧 那土地项目 都到了平安的手上 平安就变成第一大房企 这个咱们一直说的啊 就是房地产下行的时候 谁手上地多 谁项目多 谁暴雷 对吧 这个逻辑很清楚吧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平安 会在前面房企 暴雷暴完之后 下面就是平安要暴雷了 为什么中国平安暴雷 是因为中国平安相对激进 他的在房地产 这块的投资 份额比较大 我们不用看 他详细的投了多少 我们只要知道房地产不行了 房地产企业纷纷爆雷 房子卖不出去 那么所有给房地产企业借钱 投资的这些企业 都受牵连 谁投的多 谁借的多 谁倒霉 谁的风险就最大 如果单独的看啊 看银行 似乎风险还不大 因为银行每借一笔钱 他的土地抵押 他抵押力一般的是50% 就是说 这个土地压给我了 你还不了钱 我把土地卖掉 我打五折卖 我总能卖得出去吧 就是风险还小 不行打四折 打三折 那我才赔一折嘛 对吧 你说中国的土地 他打三折卖 还是能卖得出去的 所以对银行来说 风险相对较小 但是对其他的 比如说股权投资 比如信托 对吧 比如说其他的形式的投资 那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你是回不来的 有去无回 五矿信托 对吧 还有什么招山信托 几个信托啊 把恒大的项目抱走了 现在也是有苦难言呢 为什么有苦难言呢 他接下来他要找钱 把这项目盖完 盖完之后他要销售 必须把它卖掉 他的所有的钱才能回来 如果他不找钱 不继续往里投资 那这房子烂尾了 烂尾了 那对信托来说 他的信托资金就回不来 他也要甘心兑付 所以这个信托啊 可能就要爆雷 那他继续借钱 对吧 把这房子盖起来 又面临了一个问题 卖不了 卖不了 他还是回不来钱 一方面信托要爆雷 一方面他新借的钱 他还不上 所以这些信托啊 现在是两难时间 进又进不得 退又退不得 所以说有苦难言呢 如果信托自己本金多的 自己还有自由资金 那么拿去把楼盖起来 以时间换空间还来得及 就是至少还可以有机会 如果自己也没有钱呢 没有这个自由资金 他还要去借钱去盖这个楼 十一八九是要爆雷 大家也看了这几个月的数据 不管你是民企还是央企 房子都是卖不动 以我个人为例 我也经常接到这个中介电话 给我推荐楼盘的 以前呢 接到的电话 更多的都是什么山东危海啊 或者是蓝房啊 或者是什么秦桃岛啊 反正就是环京周边的地区的 这个楼盘的推销 但是现在呢 我最近经常接到北京的楼盘 卖的就是北京市内的 还有通州的楼盘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实际上北京的房子 也不好卖 连北京市的房子都不好卖了 那你说环京的房子 不更难卖吗 这些房子一难卖 不管你是民营房企还国营房企 房子都难卖 房子难卖 你钱就回不来 你钱回不来 你所有的投资都面临着风险 简单的来说 这个风险已经由房地产行业 在向往金融行业传导 对吧 往金融行业传导 那些这个安全店薄的 风险防范意识弱的那些业态 第一个受冲击 比如说这个信托 比如说私募 这些行业啊 接下来就进入爆雷期 这个中央政治局 关于房地产的会议啊 开了也十几天了 应该是五一节前开的 到今天为止 咱们没有看到什么具体措施 各地呢 基本上还是停留在 旧市的这个阶段上 还是出台一些松绑政策 什么一些补贴政策 这些基本上对房市啊 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实际上通过这个股市啊 通过房地产企业股价表现 大家就能看到 谈一谈 现在就没有在弯山的动力了 总体上看 旧市的效果欠佳 房地产行业啊 在各地政府的这个 旧市政策下啊 就是权力维稳 那么房地产行业可能啊 苟延残喘 但是其他的行业可能绷不住了 受房地产行业影响 可能就先爆雷 这个大家可以密切关注 如果你有钱 或者跟这些行业相关 对吧 有投资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你买了这些银行的理财 最近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很多村镇银行啊 已经开始爆雷了 这些村镇银行爆雷 实际上跟房地产爆雷 是密切相关的 要穿透下去看的话 他这个资金最终 肯定是流到房地产去了 回不来 导致这些村镇银行爆雷 所以对咱们粉丝来说啊 你要检查一下自己 你有没有业务 跟这些村镇银行 跟这些信托 跟这些什么私募 等等相关的 如果有的话 要趁早处理 因为接下来爆雷啊 就要从这些开始 因为雷已经向这些 行业在传导 银行里面 只有几个大的银行 风险较小 其他的什么股份银行 商业银行 都有危险 只是他们在后面 接下来 关于房地产的雷 将滚向哪里 咱们继续关注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